同学们好 欢迎进入全新预期的控制工程基础木克课程 对于一个好的产品 即使外界有干扰存在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获得预期的静态和动态性能 也就是系统可以更高的精度 更快的速度达到控制目标 并且能够抵抗外界的干扰 比如一个温度控制箱 那我们的控制目标 就是要把这个温控箱的温度控制在一个恒定值上 那么外界的环境会有干扰 那我们怎么来使得这个温控箱的温度 能够以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精度 恒定在我们这个控制目标上呢 这就是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 那么控制工程基础 是针对工科的知识背景 讲授经典控制理论和自动控制技术基础 通过分析控制系统的性能 最终达到能够设计控制器 满足我们系统稳定 准确 快速的性能要求 不管你是专业的人士 或者只是喜欢控制 那么请跟随我们进入控制工程基础 木克课堂学习 这门课程主要是针对经典的控制理论 以频率测性法为分析和综合系统的基础 研究单输入单输出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问题 那么这门课程呢 共有三位老师来讲授 我叫郭美凤 是副教授 是这门课程的负责人 来负责讲授第一第二章和第五章第六章 第二位教师叫陈志勇 副研究员主讲教师 讲授第七第八章 李东梅副研究员主讲教师 来讲授第三章和第四章 李东梅副研究员主讲教师